大河时代后 接续这是飞鸟时代 宝靶渐渐在日本 展露曙光 日本的第一座宝像 即将出现 接下来请收看 妙香佛国 彩云南县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 诗诗圆满后 师父在大殿中 为大众开示 大雄宝殿的意义 以及感恩世间 一切众缘合合的视线 成就顺逆境中 修行的姻缘 学佛最大的意义 即是将佛法 运用在生活当中 利益众生 七月纷飞的细雨 扫在云南基竹山 山间一片润泽翠绿的新气象 金鼎寺内 海淘法师的开示 也滋润着文法者的心灵 开展一片广阔的天地 我们家设尊者来到我们基竹山滑手门 要进入洞内 那么把佛陀的袈裟放在手上 要等着弥勒菩萨出世 然后进去入涅槃 那个时候护持佛教的阿瑟士王 听到这个消息痛哭流涕 师父啊 师父啊 你怎么入涅槃 那个时候阿难啊 就带着阿瑟士王 来到滑手门 然后呢 阿瑟士王的前程啊 跪下来啊 一直念着加瑟尊子的名字 门就打开了 门就打开了 所以阿瑟士王子 过去没有学佛以前 杀死爸爸 观妈妈 要堕落无间地狱的 后来惭愧心 忏悔 点灯 发愿成为佛教最大的护法 所以第一次佛经的大绝集 就由这位阿瑟士王 所护持的 释迦牟尼佛入涅槃以后 就把僧团交给加瑟尊者 加瑟尊者入涅槃以后 就把僧团交给阿难尊者 一直到我们中国各位 听到达摩祖师 是第二十八代祖师 所以达摩祖师 要把佛陀的教法 又带到我们中国来 所以有我们中国的禅中 那禅讲的就是空性 无我 无我的智慧叫禅 这个是佛教的精髓 所以我想 我们大部分来基督山 有一个目的 什么目的呢 因为 加瑟尊者拿了这件加瑟 是要给未来佛 那各位 你将来要不要做未来佛啊 所以你也要来拿这件加瑟 我们发菩提心的人 就是要延续佛陀的法身会灭 决心要成佛 所以大家都希望来到这个地方 每天这件加瑟也会传承到你身上 有这个意思 所以各位下回来 记得带一件加瑟来 好不好 然后把这件加瑟拜完以后 供在家里 愿你将来成佛也可以穿啊 我想学佛的目的就是要成佛 那唯有你成佛以后 你才能够真正的利益众生 因为佛陀具足三种圆满 念一下 大智慧 大慈悲 大雄利 所以这个智慧是从知识 我们要把分别的知识 成为无我空性的智慧 有智慧就没烦恼 现在各位没有智慧 觉得我被欺负了 我的身体得癌症了 别人长得很高 我怎么很矮啊 因为你有这个我 所以你就很烦恼啊 那佛陀的智慧 根本没有一个真实的我的存在 这个我离开外界的 缘起三合大地 一切众生 花草树木 根本没有这个我的存在 所以佛陀里面最高的智慧是什么 念一下来 缘起信空 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 就体悟到这个 因缘合合 一切的法都是因缘合合所生起的 既然是因缘合合所生起的 都没有自信了 就像后面的香 灯 花 包括这个大雄宝殿 都是一个因缘合合 各种的原因 条件 组合的 然后呢 每一个拆下来都有它各自的名称 而且每一个拆下来的零件 都是空性的 所以这个大雄宝殿是一个种种的因缘合合 组合起来的 给它一个名字叫大雄宝殿 那大雄宝殿真实存在吗 有吗 离开这些因缘条件 大雄宝殿不存在 所以 那各位要了解这个缘起 性空的道理 所以这样无我了 那你才能够去学习帮助众生的智慧 所以人如果有一个强烈的私心 有这个我就有障碍 有障碍就看不到真相 所以各位 请问你这个我存不存在 不存在 它只是一个因缘合合 地水火风 再加上你的意识合合 所以暂时存在 如果你高 你高原反应再爬厉害 马上你就舍爆了 你的身体就归土了 不然就活化了 所以各位要有 思维空性的智慧 但是佛传里面讲空性 并不是什么都没有 因为空 所以有大慈大悲 空性的显现就是大慈大悲 为什么 没有妈妈 没有爸爸 没有你 没有国家 没有社会 没有这些水 空气 太阳 我们能不能活着 不行 所以所有的因缘 生命 都是帮助这个 假我存在的助缘 就像各位今天 能够有这个身体 来拜佛 来修功德 要不要感谢爸爸妈妈 对啊 那父母的存在 要感谢他的父母 感谢社会的 种种因缘条件 所以佛传里面讲空性 它是要跟 让我们 跟所有的生命 结合在一起 你就是我 因为没有你就没有我 所以所有的存在 都是帮助我们 这个我存在的助缘 所以帮助别人 才是帮助自己 就像我们会 报答父母人一样 没有爸爸妈妈 怎么有我们呢 所以不孝顺 那不可能修行 所以孝顺这一世的父母 孝顺前世的父母 所以我们叫七世父母 无量无边的众生 都互相做过爸爸妈妈 这样了解吗 所以来 跟隔壁的人握握手 叫一声 妈 爸爸 哎呀 原来你是我爸爸 我还跟你谈厉害 对不起 所以各位呢 这就是佛教的观念 佛教因为有空性 他才会了解众生 跟我们的因缘 而要帮助感恩 所有众生 所以就有这种 难忍大悲心 不管你怎么伤害我 侮辱我 我还是要帮助你 报你的恩 因为你是帮助我生命 存在的主缘 在某一世 你已经说是我的父母 帮助我生命存在的人 所以 那佛陀有这个 难忍平等大悲心 这是我们要追求的 所以我们来拜佛 第一个要追求智慧 这个智慧有分两种 一种是进化烦恼的智慧 跟了解众生心性的智慧 就像你做总经理 做老板 做领导 如何把事情做好 也要有这种了解世间的智慧 在佛教里面叫恶地言隆 世间法你也懂 而且呢 初世间法你也懂 恶地言隆就是说 我不执着钱 但是我很会赚钱 但是我赚钱干嘛 我赚钱盖寺庙啊 盖老人院啊 盖孤儿院啊 所以 自己不执着 却能够奉献 今天你做个公务员 哎呀 国家对我这么好 所以呢 我不执着金钱啊 也更不可能会贪污啊 但是我用我所有的生命的力量 来帮助这个国家社会 各种方面 在我能够做的那部分 尽量去做 这个代表空性的智慧 无我而产生了服务众生的能力 当然世间的老板很有能力 但是他很执着 他很执着 这是我的位置啊 这是我的钱啊 我赚了这么多钱 就是要买一部最贵的车 来显示我很有钱啊 那这个很烦恼的 那佛教讲的是 你虽然无我 但是却非常有智慧的能力的 就把每一件事情处理好 所以佛陀叫世间解 我们要追求佛陀这种大智慧 我们叫摩托波罗蜜多 为什么叫波罗蜜多 所有事情你都能够圆满成办 而且呢 就算做失败了 你也没烦恼 叫波罗蜜多 你有这种出胜伟大的智慧 你就可以成办一切 超越一切 所以我们念心经 就是希望每次做法会 大家都会念心经 也希望自己能够有这种 无我空性的智慧 以及服务主生的智慧 第二个男人大悲 就是人类都有感情 但是呢 各位你如果做过妈妈 你就知道 你会用你的生命 去爱你的独生子 但是释迦牟尼佛 他把所有的生命 都当做他的独生子 他不会去恨任何的生命 他不会去伤害 吃任何的生命 所以大圣佛教 特别强调要 慈悲啊 吃素啊 放生啊 帮助各种生命啊 游浪狗啊 也就是个男人大悲 如果今天你有个 我的钱被你骗 我的至尊 被你伤害 那你就会很烦恼痛苦 所以今天有人骂你 王八蛋 你坐在那边 你根本没骂我 因为没有一个我被你骂 你这个王八蛋也是个声音而已啊 如果你很执着 那真的就八个蛋丢到你脸上去了 所以 如果要有智慧 你才能够超越烦恼 今天很多人很怕生病 为什么 哎呀我的身体如果得癌症怎么办啊 因为你有一个身体是我的 所以你很烦恼 如果哪一天 你有空性的智慧 透过禅定 思维 观照 那身体的生病啊 没关系啊 这个身体得癌症啊 这个脚要切掉啊 那个脚要切掉啊 那随缘吧 但是如果你把这个身体跟 跟我连在一起 那你就痛苦了 我要死了 怎么办啊 我要离开你了 怎么办啊 所以很痛苦 所以佛教讲了 来念一下 执着就是痛苦 放下才能解脱 各位千里迢迢啊 九牛二虎啊 爬到这个金顶上来啊 来这边求婚姻啊 你太痛了吧 求爱情啊 求金钱啊 那就不太痛苦了吧 所以各位要了解 今天跑到最高点处 就是要找到真正的自己 调伏自我 开发真实的自信 所以佛教如来 什么叫如 安住在真理里面 不变 来去自如叫如来 成如实 知道而来去自如 那今天 我是个男人 我是个女人 我是漂亮 我是丑 那你永远就卡在那边 你就不如来了 我要有钱 不要穷 我要生 不要死 我要爱 不要孤独 那你永远不如来 很痛苦 所以各位这次来金顶 把这些放下好不好 那你就解脱了 那白来 不能爬了那么苦的累 哎呀 来这边 然后呢 找到一大堆烦恼回家 因为你没有开智慧 你就会求啊 老公 你要多爱我一点啊 儿子 你要孝顺我一点啊 我的公司要发财一点啊 希望我头上的毛长多一点 不要掉光光啊 那你拜错了 拜佛 是求佛的加持 佛 你愿你让我开智慧 知道吗 愿你让我不恨别人 去爱任何一个生命 包括敌人 我们是这样在拜佛的 求佛加持 所以 佛陀有大智慧 有大慈悲 所以才能够圆满大雄力 佛陀有神通 有不可思议的力量 你看 印度离我们云南 还有一点路 但是对阿罗汉 对佛来讲 来去自如 加持尊者 这个大阿罗汉 他将来也被授记成佛 他可以把他的肉体 保留五十六亿七千万年 不毁坏 等着弥勒菩萨成佛 再出动 再把加杀拿出来 所以 如果各位 要度重 你就要展现神通 但是这个神通 如果你没有空性 没有大悲心 那这种鬼神通 那这些没意义 真正的神通 达雄力 那么 那是在智慧圆满 慈悲圆满 而展现了大力 所以佛陀有这三种的力量 各位每次进来拜佛 这个叫大雄宝殿 就是要追求佛陀的三种 印象 大智 大悲 大力 人有知识 要把变成智慧 人有感情 要变成慈悲 人有意志 要变成一种愿力 所以爬到最高的地方 就是希望大家 把人格发展到极致 在佛陀的时代 佛陀并没有说 我是佛教徒 佛陀并没有说 我创造一个宗教 佛陀只是把这种 生命的真理 告诉人类 跟所有友情 然后每个人都要这样去了解 所以我想各位一定要多如何来念一下 文师修 是佛教的精髓 所以各位你要听文佛法 看经典 思维 然后呢按照你所思维的道理 保持这个正念 我不能恨他 我不能执着 我要有空性 文师修 然后你能够拿到佛教的精髓 有这个精髓 那你才知道生命的意义在哪里 这一点也最重要 所以学佛首先要如何呢 来 持戒是佛教的基本 持戒是佛教的基本 所以首先我们要守戒律 不要伤害别人 你伤害别人就伤害自己 你在地上乱丢纸蟹 以后你买的房子就在垃圾屋旁边 以后你的皮肤就长长了 你骗别人的钱 那你生生世世啊 堕落恶鬼道啊 做过街老鼠啊 所以这个世界互相影响的 佛教讲空性是 凡事一切都互相影响的 所以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千万不要去伤害任何生命 所以各位这次到金顶来 要在佛前发愿啊 愿我从今天直至成佛 绝不伤害任何友情生命 好不好 这就是皈依三宝啊 我们皈依三宝 佛法身三宝 最主要这个法 就是不能够伤害任何生命 不管对方怎么样伤害我 我修忍辱 那他伤害我就跟我结缘 将来我可以度他 但是我不会去报复 也不要为了个人的金钱欲望 去伤害到别人 这是一个学佛的人 应该有的 所以我们借这个机会 大家一起来皈依三宝 好不好 大家发菩提心 皈依三宝不是为自己 皈依佛 就是承认自己可以成佛 众生都可以成佛 皈依法 就是要深信因果 而且要追求空性的智慧 以及利益众生的智慧 就像办理形式 办佛堂 你都可以把它办得很好 归身 出家人清净 忍辱慈悲 我们大乘佛教的 出家人的特色就是慈悲 忍辱 奉献 帮助别人 归身 要消除自己的称慧心 我们过去是归三宝 贪嗔痴 所以佛经说 因为有贪嗔痴的烦恼 你的身口意就造恶业 造恶业你就会生死轮回 所以很简单 生命的道理 烦恼所以造业 造业所以受苦轮回 今天大家归三宝 了解 贪嗔是三毒 是苦 所以我要反邪归正 归佛 消灭贪心 归法 消灭愚痴 归身 消灭称慧 从今以后 生口意 要做好事 那这样你就可以 离苦得乐 还可以帮助众生 所以来 大家跟我念 我们 请诸佛菩萨 我们要归一了 诸佛菩萨 就会降临 各位你要 百分之一百相信 你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会不会来 一定来 今天我们要在这边归一 请问 加塞尊者有没有来 哎呀 他高兴啊 将来又有人要成佛了 他五十六亿七千万年 守着加塞尔 就是守着未来佛啊 所以 如果有人到这边来 发愿要成佛 哎呀 加塞感动到流泪啊 诸佛菩萨 既高兴啊 所以愿大家要发起 这样的一个决心 来 请诸佛菩萨 来 南无常住十方佛 南无常住十方法 南无常住十方身 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 那么要师琉璃广如来 那么极乐世界阿弥陀佛 那么当来下身弥乐尊佛 那么大悲观世音菩萨 那么大愿地藏王菩萨 一心其行 祖师大德 家设尊责 安安尊责 西云老法师 祖师大德 家持证明 我愿为三道弟子 我愿为三道弟子 愿所有众生 父母祖先 冤亲在主 一切有情 同为三道弟子 好 那我们要归以前 我们要先忏悔 因为我们过去归贪嗔痴了 造了很多恶业 我们愿意返邪归正 愿意今天大家从金锦商离离开以后 脱胎换骨 好不好 这个叫修行 修正行为 捏一下 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这是最重要的 来 大家请慢慢吃り 我心裡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早上为了无人不见 等一能去飞满的那样 可真其不过你几层地 可思逗情一日咱的苏 工程中的落花 不和你作试 你觉得我给你赚的王 狸白了 还不合一iada 你不可以 这些是在骑士 你猪肉 还能sto 各位道德阿弥陀佛 最近很多人问我说 师父 我修行一定要持咒 但是各位 我告诉你一定要持咒 咒就是佛的心 我们凡夫念咒 就把佛的心入凡夫的心 当你念咒的时候 佛头的一切的功德 就入到你的心里面 那言经更说 当你念咒的时候 佛与你同一个空间 佛的大光明障 就融入到众生的心里面 你就有佛的力量 来帮助自己来立你众生 所以希望各位 要天天持咒 弘扬持咒 而且每一个咒 只要你佩戴在身上 可以免很多的毒 可以消很多的磨 如果你把咒语贴在佛堂 贴在家里 这全家平安 所以咒就是佛陀大悲心的力量 所以佛陀的一切的福田事业 都是要回向布施给众生的 只要我们开口念佛陀的咒语 佛陀的功德事业 就融入在我们身心 消业障 得到一切功德 所以各位多持咒 多印咒语 我们最近要印很多的咒语 跟大家节语人 大家也多付持 阿弥陀佛 字幕终 Etsy доступ 我们 timeline 阿弥陀佛 圍 甲 望却今生的目标 转而把焦点集中于来世 听闻的人们啊 那才是最崇高的目标 用只顾今生 只追求自己的健康 长寿 舒适的狭隘眼界 来修持佛法 是徒劳无益的 相伴的 你应该努力思维 自己在所有来世之中 将面临什么样的状况 你不应该只思及自己的未来 也要考虑所有众生的未来 无论你做什么 行为背后的意图 决定了结果的善恶 如果你要掌控和转化你的心 毕竟这是佛法的目标 那么先检视那些潜在的意图和念头是重要的 你修持佛法 究竟是为了自身的利益 还是为了他人的利益 为了自己去寻求快乐 避免痛苦 尝试我们的第一考量 但是如果你往后退一步 把自己视为无限有情众生中的一个 那么你个人的渴望和恐惧 就显得尾部足道 正如你渴望获得快乐一般 所有其他众生也渴望安乐 然而 在他们追求快乐的过程中 几乎是所做的每一件事 都只会为他们带来痛苦 如果他们能够听闻和遵循 深奥的佛法法教 那么他们将如同盲人挥布势力一般的了解到 只有善行 能够为自己和他人 为今生和来世 带来安乐 小心谨慎的从事善行 避免恶行 是从轮回的痛苦中解脱 获得证悟的永久安乐的唯一途径 事实上 如果你没有把这个真理 完全融合成为自己的一部分 那么 你声称希望帮助他人 也是突然 这是为什么 当你遵循法教 并付诸实修的时候 必须如此思维 愿我获知证悟 把这些法教传与一切众生 引领他们证得佛果 而不是怀抱着自己 将因为博学多文 而受人敬重 或有所回报的想法 如果你的心 却像如此正面的目标 那么可以肯定的是 你所说的话语 你所从事的行为 将如不义服从主人的命令一般 会自然而然地 朝同一方向前进 但如果你的心 是散漫的 充满执着 成恨和无名 那么无论你做了几百万次大礼拜 或持送几百万次咒语 都形同享用掺杂了毒药的美食 这不是我们趋近成佛的方法 试着在任何情况下 努力持有圆满纯净的念头 那么即使是最为不足道的行为 也都能保有它的正面力量 直至正物 如同落入海洋的水滴 能够和海洋一样长存 生命电视 一个完全公益免费的佛教卫星频道 接下来请收看 慈悲法语 慈悲法语 我们应该修持 能从轮回中解脱的法教 如果不这么做 便很难得到 闲暇圆满的人生 闲暇圆满的人生 有多么难得 就好比将一粒碗豆 丢向寺院墙面 要碗豆黏在墙面上一般难 也好比乌龟恰好伸头穿过 漂浮在大海中的木鳄还一般难 又好比试图将戒子 投入直立针的针孔一般难 获得人生是极为困难的 因此知道了佛法的存在后 却轻估佛法是非常愚蠢的 只有佛法能够帮助你 其他的一切 全都是世俗的期望罢了 为了好好利用 你已获得的人生 你需要殊胜的佛法 那些执着且渴望 世间声望和名声 却没有实在修行佛法的人们 不过属于动物当中的 最高层级罢了 你的上师和三宝 是最好的护回者 所以诚挚地归一把 修持佛法 对你的心境是最有注意的 要记住 你曾经听闻过的佛法 因为佛法是最值得信赖的 大县荡莱之士 其他什么都帮不了你 所以努力修行佛法吧 因为佛法是你最好的办理 因了解英国的重要法则 要避免任何恶行 即便是最微小的善行 都要去做 这就是正道 就是佛陀教法的精髓 就是智慧的要点 最广大的海洋 是由点滴之水汇集而成的 即使是须米山和四大洲 也是由微塵原子所组成的 决出圣众的心意宝藏 三 你若想要真实地修行佛法 你就要去行善 即使是最微小的善行 都要去施行 要弃绝恶行 即使是最微细的恶行 也要舍弃 无论日间或夜间 都要深入观照你的心 倘若你的心绪中有任何不善 都要从心灵深处 由衷地放弃这个不善 而去追求善 要披上勤奋精进的盔甲 不管你领会了什么法教 切莫让自己远离此法教的意义 要待在心境感到自在的地方 如此 你的佛法修持 自然会有所进展 动留在自己极度恋直 以及恋恶的地方 只会让你散乱分心 待在会让你的佛法修行 成长发展的地方 不要沉迷在惨媚空城 非真心的友谊中 思想及行为都要保持诚实 最首要的佛法修行 就是在思想与行为上 保持诚实正直 佛法修行的基础 有奈于清静的三变叠 悲心以及菩提心 不要忙于生意 以及赚取利润 一般来说 这只会使你自身 和他人散乱分心 要淡薄于残妇 因为他有害于禅修 及佛法修持 最初入道的阶段 任何会让你的心 落入偏旗的情况 都是障碍 尤其对男性来说 女性是最大的火葬 对女性而言 男性是最大的火葬 而在一般的情况中 衣食则是最主要的火葬 早晚都要做七枝进贡 而且不要疏忽 每天的夺马石子的供养等等 要以百字明咒来忏悔你的罪行 要注意因果的重要法则 要再三深思 获得八弦霞及十元满 有多么困难 要深思死亡和无偿 要深思轮回的过患 针对大乘的正确修持来说 则应了知一切对境 皆不真实的见地 要去培养慈心 悲心和菩提心 并且要训练自己 欲来与贤熟升起次第 与圆满次第 如果你带着悲心 以及菩提心来补师 便会成就百倍的功德 如果不失时没有菩提心的志向 就算分送了马匹与圣口 你的功德也不会增长 要训练自己 培养五体心 要练习升起次第 使显现和存在的一切 都能是本尊坦承 至于圆满次第 则是安住在五二人之中 也就是毫无自信的现象 如同水中月的凡影一般 最后则要回向善根 专注地集中自信 抛开珍视身体的爱之 将身体当作会共曼陀罗显出 清除地观想显现 与存在的一切皆为本尊 将你平凡的身体 甚化为甘露 贡献给一切友情众生 特别将作恶者变为首席 自在地 安歇在无有戏论 造作的状态中 普遍说来 一切友情众生 毫无意外地 都尝试你的父母 因此 莫要允许自己 感到爱之或是怀抱的意 要将心维持在平和的状态 要舍弃愤怒和粗暴刺恶的话语 而是要带着微笑的面容来书画 当你能把一切众生都视为父母时 就表示你引用菩提心 训练子心而申请到 要对三界友情众生 心怀慈母般的爱与悲秘 要与福提正决心 稳定地长相为伴 要远离时不善 常行时善 无论友情众生在做什么 他们所做的一切 皆是悲哀的行为 六道众生的迷惑囚牢 是多么牢固 三界一切友情众生 让自己被自身创造出的 愤怒黑蛇所纠缠 他们用自己所创造出的 欲望红牛角自穿自己 让自己被自己创造出的 黑暗活明所遮蔽 他们把自己 监禁在自己创造的 自大断箭悬崖上 他们让自己创造出的 嫉妒骗子毁灭自己 一切友情众生 皆因自身烦恼之故 而造作为业 因此要训练自己 对其生起慈性与悲心 要向你的上师齐情 请加持我 能将烦恼作为道友吧 每天都要以进化 烦恼种子的咒语 来训练自己 最后放松安歇 进入见地的境界 并以回向和祈愿 来作结醒 决出慎重的心意宝藏 四 一切见地的顶峰 即是正觉心的 菩提心经碎 一 心就像是太阳 没有任何无明黑暗的基础 二 心就像是莲花 不受任何过失所勾染 三 心就像是黄金 自身的本质是不会转变的 四 心就像是大海 是不移动的 五 心就像是一条河 永不停息 六 心就像是须米山 是完全无变的 淮海教育基金会 感恩各界护法大德 及善师们的爱心护持 温暖每一个受帮助的家庭 及儿童 为了回馈社会 关怀弱势族群 海淘法师慈悲智业 自2008年 承接淮海教育基金会以来 及积极地协助清寒学生 弃养学童 中措生就学 生活及品德教育 并且不间断地从事监狱教化 济贫发放 急难救助 老弱病苦 单亲家庭 新住民和原住民家庭之关怀 以及协助未婚妈妈及未婚子女的安置等 以圆满老安少怀 并发挥佛陀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的精神 让社会上的弱势者 也都能感受到 人间处处充满慈爱与温馨 淮海教育基金会呼吁大家共同来关心社会上的弱势族群 累积福慧资粮 并祝福所有的家庭以及孩童 都能在佛陀及正法的富有下身心健康平安吉祥 护持淮海基金会发扬佛陀大慈爱 援助弱势众族群 同离忧患长安乐 护持账号5005-9824 5005-9824 护名淮海教育基金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瓦拉康位于曼谷眉南河畔 瓦是寺院的意思 瓦是寺院的意思 瓦匡是大宗之义 瓦拉康是大宗之义 瓦拉康一名 是从寺院中出立的钟楼佛塔而來 瓦拉康曾是阿赞多尊者 助席之处 草木捕述的寺院一角 还保留着尊者曾居住过的疗房 临近的大殿供奉庄严的释迦摩尼佛 并在墙上示意描绘六道 和佛陀本身故事的庄严壁画 中文字幕提供 四月内有尊者圣像 共信众贴金 共袈衫 肥植福德善音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考试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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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许多贩卖鱼鸟饲料的摊位 方便人群广结实时善缘 师傅带领大众来到河边放深水族 布施鱼鸟食物 人们欢呼 鱼群跳摇 现场洋溢着圣法光明的欢欣气息 愿得到救度的生命 接种下永世解脱的善根 愿生西方净土中 酒品莲花为父母 花开见佛无声 不退菩萨为本名 放生功德 师师功德 供养功德 以此功德 回向法界众生 同享功德 同诚佛道 我们开简直 老师 调音乐 那是老师 不随便 那是老师 不随便 不用电梯 拿起来 他匹民 回向我们立场 他匹民 不用电梯 他匹民 不用电梯 你要慢慢到一个 瓷子 可以 到这个水 数学 东哥有点感觉